那我們今天的職人真功夫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清洗洗衣機啦 多久需要清理一次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使用習慣 使用頻率 還有你的職業類別 因為這些都息息相關 哇 這整桶都要洗喔 這髒爆了吧 太扯了 這都是累積下來的泥垢了 這一圈是最不好清的 因為它一格一格的像蜂巢一樣 等下這邊會比較加強處理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線用賞戶 我是TAIN 那我們今天的職人真功夫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清洗洗衣機啦 洗衣機我們大部分都是放在陽台 一般台灣人的陽台 大概都是長這個樣子 要嘛就是會有冷氣室外機 要嘛陽台就是放洗衣機 或者是曬衣服的桿子這樣子 洗衣機長期是鋪在戶外 它到底多久要清洗呢 或是我平常保養該注意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職人真功夫 請到我們全能委托索厲害的師傅 就是小林 我們歡迎小林技場 先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做洗衣機冷氣清洗服務的 從事實行業已經三年多了 精手冷氣跟洗衣機都已經上千台了 所以經驗非常的豐富 之前是學這跟有關的嗎 之前不是 之前是從事變壓器 那也算了也算工程類的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洗衣機大概的構造是什麼 這種叫全自動洗衣機 它的構造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個轉盤 下面會有個連接運轉組 有個皮帶拉扯的馬達 所以它轉的時候就可以秤重量 這種是比較傳統 像LG它們直驅的會比較安靜 這種的話相對用久的聲音會比較大聲 除了這裡構造不一樣 其他構造都一樣 一樣這裡有試跟吊桿 來維持筒身平衡 上面這邊也是有平衡圈 來維持上部的運作的時候平衡 那還有一種洗衣機是滾筒式的 對對對 側開門的基本上區分成這兩種 還有一種是洗脫烘衣是一樣的 只是多了一個烘衣功能 其實它沒有太明顯差別 再來我們先開箱一下它的工具包好不好 這個是我清洗的工具包 這是銜接水管可以直接接洗衣機的 然後這是維兜兜跟我的手套 還有清洗機 小瓶的噴壺 還有我的刷洗工具 刷子剛刷 還有一些這個是洗碗精 對對對 洗碗精喔 因為我清洗的比較不會用藥劑 我沒有去用一些強酸或是強鹼 來讓污垢快速軟化 我就是透過漂白水或是洗碗精來做刷洗 優點就是客戶不用擔心說 你洗完了會不會有藥劑殘留在桶身 那我接下來洗衣服會不會藥劑殘留黏在衣服上面 還有一個就是 我曾經在客人家洗洗衣機的時候發現 它桶身拆起來全部都是霧白的 詢問之下它前年有找過人家洗過 那很明顯這就是所謂的藥劑殘留 沒有清洗乾淨 導致它的不鏽鋼的桶面都已經被鏽石下去了 被吐石了 對對對 那我用的就是大家比較常見到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在使用上大家比較知道說 我是用什麼在做清洗 缺點就是不像他們可以那麼快速的處理完洗衣機 所以我需要較久的時間 這樣比較累 手比較酸吧 手比較酸 但是至少因為我自己在接觸的 我也比較安心 我不會因為說使用藥劑讓皮膚易變 或是說客人擔心衣服會不會有殘留物 然後這是拆洗工具 這邊的話我有把它分類 因為直立式洗衣機構造單純 拆法簡單 所以直立式洗衣機不太需要很多格 但是滾筒式洗衣機可以看到說 這邊全部都有貼貼紙 因為滾筒式洗衣機 我會把所有的螺絲做分類 不論它的長度還是數量 全部都會均分開來 那在我拆的時候 我就按照位置放 裝回去的時候 數量跟長度 全部都是按照原本的位置回去 一目了然 我曾經遇過很多滾筒式洗衣機 被其他的拆過之後 要不是螺絲鎖的不對 要不是螺絲數量不夠 所以我自己都要被螺絲放 把螺絲補齊 甚至有的螺絲明明長度 或是牙頸不對的硬鎖上去 那我就把它更正回來 多久需要清理一次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使用習慣 使用頻率 還有你的職業類別 因為這些都息息相關 以一個禮拜你洗五次的情況下 我的棺材大概一年到一年半 會開始產生汙垢 曾經有客人跟我講說 他十個月就想洗一次 因為他覺得汙垢開始出發 他就不能接受 因為他穿的是白色的制服 對對對 所以他不能夠容許汙垢黏在上面 但是也有人覺得說 我就是五六年都沒洗過 他黏就黏 那當然就是看個人選擇 正常來講就是 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不等 我們台灣人習慣就是 洗衣機放在陽台 然後陽台就是很容易日曬雨 就算淋不到雨 陽台也都是會太陽直射 陽台外就會有一些豪宅裡面 它有洗衣房 或是那個洗衣店 其實他們的洗衣機 就是完全擺在室內 那像這樣子的洗衣機 是不是比較不容易有灰塵 或是比較不容易需要汽水 還是跟那個沒有關係 有使用 桶槽內部就會髒 但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如果你在室內 或是環境沒有經過到日照的情況下 相對它機礦會較好 那種機礦可以用得更久 但是裡面的桶槽 跟放在哪裡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的 是跟你使用的習慣頻率有關係 那如果我常常運動 然後都是洗那種 有汗的衣服 這樣洗衣機也會比較快髒嗎 其實不管洗什麼 你只要有放洗劑 洗衣機就會慢慢的髒 那洗衣機為什麼會髒 一部分是沒夠 那另外一部分是洗劑殘留 那為什麼會有洗劑殘留 其實就是 你添加洗衣精 它會有起泡作用 導致你在洗完之後 泡泡會附著在桶身 脫水的時候 內部桶槽會把水甩到外部 外部有個白色桶槽 水會排下去 但是泡泡會咬在桶身上面 久了一層一層一層附著上去 那就是污垢的來源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好 我們開始進入起義的流程 我們就是一邊聊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試機 先試機 對 拆洗前一定要先試機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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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拆水管 對先把淨水管拆掉 通常洗衣台要洗多久 質地是大概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蠻久的 先做基本的外觀擦拭 現在是空轉 先讓它空轉 對空轉聽它的脫水的時候 運轉組有沒有發展異常 因為有時候久之後 偏移的關係 它的運轉組會發生 關一關的聲音 然後再來會壓看看 看它的吊桿有沒有異常 有異常的話 你一旦左右推移它在脫水的時候 很容易有撞擊聲 那就是吊桿疲乏 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拆解 通常拆出來裡面看起來會很髒嗎 會 哇 這太荒謬了吧 那滾筒式的 也是大概這樣子的流程 不一樣 滾筒的拆解大概就要半個小時以上了 前置作業會比較久 清醒滾筒比較貴吧 相當會較高 因為跟時間有關係 再來就是看你拆解的細膩程度到哪裡 這根是安全裝置 當你如果晃動過大 撞到它的時候 第一次會當機 如果第一次撞到它的時候 它就會鎖機 你會發現它全部都按了 你以為洗好 結果打開來拿 它全部都是濕的 那時候就是你一直撞到它 所以機器有一個保護措施 會不會說比較新的科技的洗衣機 就比較不容易累積污垢 一些廠牌它有出自動洗劑的 當然它對於污垢的累積 就比較會精準 因為我曾經看過有媽媽 她在洗衣服的時候 洗衣精拿起來繞了三圈 那都已經過量了 因為正常來講 它建議的是 大概在這邊就很夠用 這就是所謂一瓶蓋 那大家都習慣加到滿 蛤 不是這樣子喔 不是不是 我自己倒 我就倒到這邊 它都會超量使用 因為現在洗衣精都非常的濃縮 那你用的越多 它起泡的越多的情況下 你沾物累積會越快 那還有就是現在常見的香香豆 它也是很油的東西 所以當你在大量添加之後 衣物很香 我再拆的過程也會覺得很香 可是拿出來的時候 都是赫黑色的污垢 那洗衣膠囊 洗衣膠囊 你要丟的話 你的水量要拉高一點 因為它也都很濃縮 而且它沒有辦法精準掌握劑量 那其實是傷機器 不是傷機器 是髒物累積會比較快 那柔軟精的話 機器旁邊 會有一層像一層蠟一樣 那時候我們就要拿工具 先把柔軟精做刮除的動作 才能做清洗 然後要把刮除的污垢拿出來 因為那東西是不容餘水 再來是它片狀污垢 它會堵住排水閥 進而導致你的排水異常 所以沒有建議用柔軟精 不建議使用 它比香香豆還可怕 這整桶都要洗喔 這髒爆了吧 然後我會習慣做記號 裝的時候可以跟它原廠設置一樣 而不會因為我的拆解 換了位置 那我會盡量在軟墊上 所以避免刮傷客人機器或是地板 這個就是所謂的蜂巢盤 就是在洗衣機的最底下 那相對它的污垢層面會比較長 這太扯了 這都是累積下來的泥垢了 這一圈是最不好清的 因為它一格一格的像蜂巢一樣 等它這邊會比較加強處理 那有些葉子它會這邊 水垢的部分它沒有洗掉 它就說那沒有辦法替補 其實都有辦法的 只是要費時間而已 這個也是都會洗的 其實就是 這不是繡食嗎 不是不是 這都是軟垢 為什麼會有海帶垢 它其實不是全部完全附著在上面 它是因為 玉水軟掉了 脫落了 其它就咬在上面的 這就是剛剛講的 所謂的洗劑殘留的部分 原本洗衣機裡面的桶子 也是要洗的嗎 也是會直接在做清洗 因為這個吊住 然後現在馬達鎖住了 所以這裡就不會太開心 但這裡可以直接做清洗 喔就可以直接刷 所以它其實就像一個水桶的概念 原子桶我會先清洗外桶槽 再用內桶槽處理 然後會上一些吸濕後的漂白水 把一些煤垢 還有一些污垢給軟化 然後再做刷洗 這個在清洗的時候 就要斷電嗎 不用斷電 就開著然後開脫水 模式讓水帶出去 像中的就是它使用的時候造成的刮傷 這就是不可逆的了 然後它就脫落 衣物環太重導致它的塑膠有刮痕 你可以看到說 透過這個軟化的步驟之後 不夠很容易就清洗掉 如果沒有軟化的話 你會做得非常辛苦 除非你是用藥水 如果你用牆算或牆減去咬它的話 它更快 它連等都不用等 一打就掉 但是對你的機器跟對環境 跟對使用者本人都會有傷害 比較少人在做就是洗螺絲 螺絲附著在桶身上面 它一定也會髒 對 所以就像洗車一樣 如果你只有高水槍掃過 其實有些污垢還是黏在上面 透過一次刷洗 一方面可以把剛剛使用的 稀釋漂白水把它帶掉之外 另外一方面可以讓桶子的污垢帶得更徹底 吸引擠 所以有很多污垢帶進去 好 現在就要把選擇 咬它 那你看到這有的會有赫黑色 這就是烤漆脫落之後 氧化之後就會變成這樣子赫黑色 這不是沒洗乾淨的 那今天就是我們在介紹洗衣機如何清洗 相信大家在畫面中都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的仔細 十幾年的洗衣機 然後剛剛一開始拆出來這麼髒 後面洗出來的話是白亮的 剛剛有請屋主啊 他們有來看 哦原來他的洗衣機髒成這個樣子 然後到全部清理乾淨 他說那我以後就不用那麼依賴洗衣袋 他說他現在洗衣服 是一定要包洗衣袋才可以洗 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啊 今天他的洗衣機裡面是真的 煥然一新的感覺 如果今天大家聽了小林師傅 講他們清洗洗衣機的這個部分 你們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上全能委託所來搜尋 你家的洗衣機多久沒有洗了 你是否也需要做清潔保養 那當然今天有很多基本的知識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一些收穫 然後呢 所有的洗衣機在清洗完後的七天 都有保固 全能委託上面就有這個服務 洗完之後的七天內 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跟師傅聯繫 到你家來跟你講解 或者是檢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哪邊 還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什麼品牌洗衣機比較好的話 你實底下問一下小林師傅 好啦師傅今天就完成了嘛對不對 對 可能今天因為有配合我們拍攝 不然應該是一個半小時左右會完成 差不多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這個部分就是跟大家分享啦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追蹤我們IG 還沒有下載 全能委託所有朋友們 可以下載起來 想要成為師傅的話 可以登錄成為師傅 好啦 節目到這邊啦 大家再見 掰掰